王世堅就典型的耍嘴皮 讲风凉话 他当年也跟韩国瑜讲过这个话 会这么生气 全是因为王世堅说 柯文哲若被羁押 愿意带便当去砍他 王世堅 不要讲风凉话 要赌就赌大的 如果我没有被羁押 你要不要滚曲滚球 我们来赌大的 现在是社会质疑你 不是说我王世堅要跟你动嘴 要赌就赌大的 要赌就赌可行的 比方说柯文哲 我现在就告诉你 你要赌就来 高空弹跳 你愿意吗 王世堅不以为然 还反抢柯文哲 聪明反背聪明误 你很多事情 你四个字一窍不通 那你就是基于说 你智商一五七 你高人一等 那现在你就踢到铁板了吧 说的就是假仗风波 虽然柯文哲最新po文 说会诚实面对错误 检讨自己 没有落实财务监督机制 而是相信自己认识 五十年的同学 这是他要深刻反省的 被外界质疑 难道是要甩锅 给自己的老同学 李文宗吗 这件事情发生 这是一个 算是很典型的 瑞士乳酪理论 其实也不是单一个人的错 我作为主帅 当然要付最大责任 所以不用担心 下个礼拜我找个时间开去 只会答完整的说明 我不会躲避 掌募问题下周简真章 只是从政治献金 假账到豪宅争议 柯文哲争议一波接一波 身为科学家的王世坚 只想劝他一句 柯文哲 黄珊珊是一位女性 都能够勇敢坚强地面对 更何况你是男性 不是这样吗 不要成天要找人家斗嘴 继续文中部导 继续文中部导